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比 林輝君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這回要跟大家說什麼呢 人家的男客人 在玩家是會打 這個玩家是會嗎 我照相 因為他就是新旺嘛 你這哪有什麼 他唱他打的 我唱唱我的 我做工地秀 前面沒有賣的人 兩隻狗 在交配 真的假 真的假 真的啦 是啊 我也是從頭到尾 唱到爽 是啊 那你怎麼在手上要剪 開心就好 我本來是要唱戰在高街上 能夠把二姐江蕙 和台下觀眾逗得哈哈大笑 笑到懷孕 這就是演藝圈出了名的 搞笑王康康的功力 他唱作巨家 妙語如珠 輕輕鬆鬆就能戳中大家的笑點 但你能想像嗎 小時候的他呢 竟然有口疾的問題唷 一句話都講不好 口齒不清讓康康感到自卑 也害怕跟同學相處 好在他有個好媽媽 始終在他背後為他加油打氣 我媽媽就跟我說 你講話講慢一點 只要清楚就好 我就變成慢慢講慢慢講 越來越清楚 然後就講話慢又變成我的特色 康康本名康靖榮 出身高雄鳳山的小康家庭 爸爸經營沙石場 媽媽是家庭主婦 開行老三的他 從小就是家裡的聳兒 上面有一個姐姐 一個哥哥 然後所以我小時候算是 老妖比較 醉疼的 可能哥哥跟姐姐 如果跟我有衝突 都是罵他們 不過小時候的康康 愛玩不愛念書 成績單呢總是滿江洪 這也讓他的爸媽傷透腦筋 爸爸希望我們可以繼承副業 因為他是開卡車賣沙石 沙石就是蓋房子嘛 那我哥哥是水電 所以他要我去念建築啊 蓋房子 結果我就是沒有興趣 我就後來就念書都念不好 重考也考不好 那考中了又留級這樣 所以我爸爸是不看好我的 無心客業 唯獨對表演情有獨鍾 不說你還不知道喔 康康還是個李小龍迷呢 然後我去看了金武門之後 猛龍過江 唐山大兄 看完之後我就覺得我 很崇拜李小龍 然後我就開始學習李小龍 就把自己當李小龍這樣 就是一個偶像 所以很皮 看李小龍金武門 哇啦 我要從二樓跳下來 腿就斷了 然後經常自己拿雙鞋棍 我還去買雙鞋棍 然後結果我爸爸就說 青少年不可以攜帶武器 說叫我要把那個收好 要不然會被警察帶走 只能在家裡玩 然後把家裡玻璃都打破了 但康康沒有成為夢想中的 李小龍第二 倒是當上了諧星 而且在演藝圈 展露頭角之前呢 他就已經在Pub駐唱十一年喔 十幾歲開始唱歌 唱到二十幾歲 可以說唱一間倒一間嘛 就是我唱完之後老闆都跑了 那我就領不到錢啦 那領不到錢 後來我就有趴呢 就是跟我說 咦 我們自己開一間 自己唱 還怕他倒嗎 結果我們就開一間了 咦 沒多久 還是倒啊 那一年他才二十九歲而已 但這還不是最慘的呢 康康後來還發現 除了自己一開始投下的 三十萬元之外呢 股東竟然私下用公司的名義 跟地下錢莊借錢 要他再多拿七十萬元 出來還債 變成我不但沒有領到錢 我要給其他樂手的錢 我又欠人家一筆錢 然後就慢慢還 就變成我要去別的地方 唱歌來還人家錢這樣 那時候的康康 每天都逼自己超時工作 原本在餐廳呢 一天唱四場 後來他一口氣接到六場 就為了賺更多的酬勞跟小費 甚至連別人不敢唱的兄弟唱 他也接了 半夜三點五十分去唱啊 唱到四點半啊 那個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嘛 所以就有很多的兄弟 很多的大哥 然後有一天有一個大哥 他說喝醉酒了 還是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歌手很紅 叫做吳俊玲 就是吳柏 我記得我在唱浪人情歌 唱到一半突然有人拿槍出來 就對著台上的我說會不會怕 哇 全部的人都嚇到 我就開始 但是我就開始唱 我很怕說不唱他就開槍 又很怕唱了他也開槍 到底要不要唱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心裡想我這麼一個有為的青年 如果老天要派一個人來解決我就算了 可是後來沒有 還是他沒有開槍就走了 聊到這一段過往 康康到現在回想起來呢 還是餘悸有存喔 1997年他參加唱片公司舉辦的 PUB英雄會 那時候一同比賽的參賽者呢 你們絕對都聽過 像是動力火車 迪克牛仔跟林曉培 各個都是很會唱的唱將 但康康一路過關斬將 最後還讓他得到冠軍呢 那冠軍就要出一個合集 主打歌應該是動力火車跟 跟誰 劉伟仁老師 如果還有明天 你叫他搞笑他們好像 然後許常德就跟我說 叫我去上一些綜藝節目這樣 如果一上就 對 就被飛哥向重 不過康康在演藝圈初期呢 走得並不順遂 因為被嫌長相不佳 阻礙了歌唱演出的機會 通告總是有一搭沒一搭 但康康並沒有因此泄氣喔 他甚至為了爭取曝光的機會呢 還常常跑到錄影現場去等機會 有一次李明儀好像 上一個通告delay嘛 然後就說康康上 我就很高興 化好妝 準備上 Emmy姐來了 我就很失落 Emmy姐為什麼要來 結果我就很失落 飛哥說康康跟Emmy一起上 就一組 其實飛哥還是有在 對 我都知道了 歌念他加入吳中縣的縣縣家族 靠著搞笑和模仿 交出亮麗成績單 琪琪唱就是兩個字兩個字 我要帶你到處去飛 想耶耶耶 因為想只有一個字 他還要補一個耶嘛 那大小聲的還有一個代表 除了琪琪還有一個代表 就是五百 人啊 將你心啊 在下試著掌 有沒有 他就會大小聲 那還有一種是 大小聲是蚊子的那種 是從小變大 不是 從小聲音變大這樣 就是成聲嘛 能不能讓我陪著你走 我說不出來的悲傷 就是這種感覺 短短幾分鐘裡就可以從琪琴 五百變成成聲 康康的模仿功力啊 真的不是蓋的 1999年呢 他終於出了屬於自己的專輯喔 也因為這首歌 你講人家住起來 是怎麼我的都不知道 讓康康成名喔 然後那時候剛好公司有 周杰倫有方文山 有我 然後憲哥就說 就不知道這樣 有一次就喝了一點酒 我說想出唱片 我就說欸 那可以試看看 就幫我出的專輯這樣 短短兩年的時間喔 康康在演藝圈闖出一片天 當紅的時候呢 他手上同時擁有六個主持節目喔 不過人紅是非多 康康一度被爆料 私生活很複雜 更因為跟小十六歲的前女優 毛毛分手 吵得沸沸揚揚 讓他飽受網友踏伐 因為包括我的太太 她也覺得我好像不好 就是她以觀眾 對 大家會覺得說 我就是一個不好的人吧 好像玩弄人家感情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 都是過程嘛 自己了解就好 那也不要再去講 對方什麼什麼 因為也許他現在也有家庭 都要彼此祝福 對於昔日的感情呢 康康說這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現在的他有幸福美滿的家庭 小十八歲的杭州嫩妻 張家沛呢 還是他跟技工師傅求來的喔 剛好是白天去林隱士嘛 然後晚上就遇到他了 當年張家沛25歲 在杭州的房產公司工作 兩人經由朋友介紹認識 沒想到一拍即合 那時候我是雙子了 我已經變雙子座了 當然就問他星座 他說水瓶 我就哇嚇一跳 因為之前那個也是水瓶嘛 之前教了幾個水瓶都很奇怪 所以後來我老婆說水瓶 我又覺得怪怪的 他說別人是熱水瓶 他是溫水瓶所以還好 然後才發現 這女生不錯 可以娶當老婆 認識不到四個月 康康就傳簡訊呢 跟他求婚 會害羞啊 但是又好像不表達會痛苦啊 又怕後悔啊 然後又怕表達之後被拒絕啊 所以又用簡訊 問說你喜歡台灣嗎 對啊 他說喜歡啊 那你對我印象怎麼樣啊 他說不錯啊 然後第三瓶就說 那你願意嫁來台灣嗎 他說好啊就這樣 2010年10月兩人在大陸杭州 註冊結婚 七個月後回到台北 扶請婚宴 掏上戒指 終於告別王老五杭烈 康康的臉上滿是幸福笑容 其實我太太是一個很棒的人 就年輕 然後以她的皮膚排白嫩嫩的長相 眼睛大大的 也不敢說爵士美女 但長得還算不錯 然後為了我她就開始學繁體字 然後開始學開車 還去以後司機請假 助理不在 她隨時隨地都可以 然後都可以幫我這樣 所以我是娶到一個好太太 結婚一年後 兩人的寶貝兒子孫娜出生了 康康還寫歌送給兒子喔 我還記得在採訪的過程中 只要談到這個寶貝兒子孫娜呢 康康滿臉 慈不笑容 因為我兒子 他是跟我同月同日生嘛 相差45歲 所以他在想什麼 通常我都知道 鬼靈精怪 但是他比我好的一點 就是長得比我帥 而且他是笑臉迎人 祝所有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就是那個笑 一一點就是那個笑 好笑喔 Suna也遺傳到爸爸的表演細胞 多次的意外演出 讓老爸康康嚇一跳 那個Uncle Jackie說 蜘蛛人為什麼不能是黑人來演 因為蜘蛛人是白的人 他才三歲多的時候 他就懂這個邏輯 我就覺得怎麼很聰明啊 卸下明星的光環 康康當起了全天候最秤職的爸爸 如今有子萬世族的他 家庭事業美滿 對於表演的熱誠 康康25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他用正向幽默的態度 揮灑出屬於自己的精彩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看完故事的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也麻煩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並且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每回分享的故事喔 再來給我20秒工商服務一下 疫情持續緊繃 防疫不能等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各種場合都可以使用喔 在我們辦公室裡啊 就是把水神放在霧化器當中 就可以做24小時的噴霧跟清銷 現在還有這一種小型的霧化器 很適合放在車上或者是房間 外出水神攜帶都很方便喔 現在快點GO有推出獨家超值組合 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ZTI216 還有優惠折扣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